靠近泰比格事故隧道前 408列车明显放缓 接着 长鸣笛时间持续30秒 8号早上9点28分 这一刻全体司机员只想说 船上太高 鸣笛解除了 一路好走 不论行进间或是正好停靠站 其他列次鸣笛无妙 任谁听了心都痛 就很难过 大家哀悼 大家跟着一起哀悼 悼念两位司机员不幸殉职抵纳 民俗头七这天 全线运转中的120列车次 集体鸣笛缅怀 树林站原本是事故当天 解除证悟的终点站 胸前系上黄丝带 同为驾驶员的张升维 是纯修的学长建师傅 工作上的一些疑问 我们他就会私下 可能半夜了 也就叫我说 师傅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做 或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也会私下跟我讨论 在这个此刻已经知道说 我是勇敢地接受这些任务 因为我每天在冒险万案 但是4月号之后 心中更藏着一个害怕 一场意外提早夺走年轻优秀的生命 痛定思痛 这条改革之路正要起步 大约新闻消息节 谢谢水银桃总的报道